我們最擅長的跟風 然後再來第二擅長就是考察 台灣 你有沒有很害怕我要講 當石鏡秀很好 所有的製作單位跟投資的人就 我們來做石鏡秀 我真的快吐了 孫協志快吐了 玩具石鏡秀 文教夏宇童三年 精土育兒精 我曾經有想過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離開演藝圈 我到底能幹嘛 大概只能去街頭當混混吧 於是類孫協志就考上品酒師 就去證照了 重點是兩張喔 並且開設YouTube頻道 Sunday Whiskey 其實從離完婚之後 再來也都不順利 我只是想要戒酒交仇 喝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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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士忌好像 有喝出一點感覺了 我個人 是非常討厭讀書跟考試的 但是我卻在過了40之後 去考了兩張國際證照 就是為了我未來 自己想要有一件屬於 自己喜歡的專屬的威士忌吧 都說啊五六不能亡 但是就連去年20週年演唱會 都不見王秀為本尊 孫協志還得貼出合體照片 才打破布和傳言 我不能講關鍵是他 我非常羨慕 然後也非常喜歡他 現在的生活分選擇 現在剩下的三個人 我覺得能夠再繼續工作 都已經蠻不容易的 幾個人都是5566啊 孫協志也是5566啊 那我覺得都已經到了某一個年紀 跟一個階段 其實你就會想要有自己的規劃 其實那真的無關對錯 那是一個選擇的問題 對於最近《綜藝生態》 興起的實境秀的名字 有邀約來找你嗎 有 但我都沒接 因為我覺得天書太長 太累了 從來沒有這麼喜歡現在的自己 我覺得身心靈都找到了我人生 覺得最舒服跟最快樂的時候 我就直接斷言了演藝圈 就是會再更不好 谷底還沒到 即便到谷底了 都還有人持續在挖坑 想要再挖更深 看能不能挖到地心長怎麼樣 台灣 你有沒有很害怕我要講什麼 當實境秀很好 所有的製作單位跟投資的人 就我們來做實境秀 我真的快吐了 我真的快吐了 可是你真的有那個資源 可以拍得像國外那麼好嗎 我們最擅長的跟風 然後再來第二擅長就是 大家就是跟著做這件事 然後就很快又把這件事情弄爛 我只是在講大環境是這樣 既然對這個行業 就是沒有那麼激動的延期 那有退休幾乎 我今天宣布我退休了 半年後你看到我在遛狗 你不會想要寫嗎 我即便今天都入土為安了 大家都還是會把我過去的事 挖出來 娛樂 所以我會開開心心的 把我的表演工作一直做到最後 我也不想退休 因為原因是 我希望我一直到老 都還有 被需要的價值 假設我真的有小孩好了 當你長大了 不好意思 你加油 我會給你需要的 家 還有心靈層面的部分 你要去 追人家 你要被追 你要劈腿人家 你要被劈腿 這都是你的命 我不會干涉任何事 先決條件是 你也別想要拿我任何錢 你也別想要拿我任何錢 沒有啊 討論什麼 你看你又要去遊戲 又要討論這個事情 你又不是在講我的想法嗎